這一節我們特別來關心到這場地緣政治的關係 中俄目前正在加速開發的是北極航道的開發合作 來推進冰上絲綢之路 我們看到最近中俄的合作真的算是很密切 尤其現在看到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 還有這個是北極航道的合作氛圍會舉行的 正是在11月25號這一天舉行的這場俄羅斯舉行的會議 那我們看到場上交通運輸部長劉偉就說 這是兩國推動北極航道一個重要開發的平台 同一時間華爾街日報也這邊做了定義 他說中俄近期還鎖定了挪威人口不足3000人的 這個斯瓦巴群島來進行開發 那根據了當時1920年的條約有一個條約說 俄羅斯有權開發這一片 這邊都還沒有任何全球未開發的石油和天然氣 除量五分之一的群島 同時呢這個地區 斯瓦巴群島這邊我們看到畫面上 他也是控制海上絲綢之路連結大西洋航線的一個重要據點 他有他的戰略上面的重要意義 目前看到在中俄合作的一個架構之下 冰上絲綢之路開通能為接下來 中俄帶來多大的戰略還有經濟優勢 為什麼特別鎖定了斯瓦巴群島來進行開發 難道不會跟北約因此起衝突嗎 委員怎麼看 挪威才不怕跟北約起衝突啊 他也不加入北約啊 以這個美國花了很多工夫 他也不聽美國的話 他有一定的一個很獨特的一個 國家的特性在這裡面 中俄要開發北冰洋的所謂的北極航道 勢在必行 因為北極航道的軟化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地球的一個由西向東自轉的一個方向 就造成一個結果 在北極的這個地方 靠近俄羅斯當中暖化比較快 反而靠近加拿大的格陵蘭會暖化比較慢 中間的差距至少50年 所以中俄就在利用這種時間差 先開發沿海成熟了以後 你就沒有競爭力了 就是競爭力會超過每家可能開發的 那在這種條件底下 現在所謂的斯瓦巴爾 應該正確應該加個爾 斯瓦巴爾群島 它剛好在北冰洋跟這個什麼 北海中間的航道上的中間的一個島嶼 那因為這個長期來講只有漁民在上面住 可是如果這個剛好卡在這個出入口的地方 被開發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 因為船隻停靠各方面 而且軟化理由它的用途更大 那俄羅斯在蘇聯剛成立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跟挪威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後來挪威就為了取得這個一個平衡 就好啦我們不要爭啦 到底這個領土是你的 我都不要爭 那我給你開發權 領土主權是我的 還是我人去住 會有這種類似的一個安排 那現在俄羅斯拿出 1920年你簽給我 我有權開發的 那我沒錢我找中國來開發 這個局面就自然就形成了 那一代的領土的複雜性 其實也不輸給這個台灣問題 怎麼說 因為比如說美國人經常講說要買格陵蘭 講得很大聲有沒有 第一個會反對的不一定是丹麥 現在格陵蘭的主權 理論上名義上是屬於丹麥的 可是有個問題 挪威說也是我的 這曾經到達 這個在國際法的教科書裡面 非常有名的一個案件 那最後那個什麼 那個國際法院判決是說 理論上是丹麥的 但是這個挪威可以繼續生索 因為當時挪威 曾經有一個外交部長講說 好像應該是丹麥的 然後丹麥就跟這個說 你看你的外交部長講說好像是我的 所以你要認帳 所以這個有爭端 變成你美國要買的時候 除非你挪威也同意 所以丹麥要單方面賣 會有困難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只要北冰亞一開始 還是會有很多島嶼的領土主權 陸陸續續的爭端會浮現 那這個斯瓦巴爾群島 只是一個剛開始而已 那如果中國真的能夠 把這個島嶼進行開發的話 那整個北冰亞的航線 就很完整了 包括歐洲的貨物 或者德國的汽車 要賣到這個日本跟中國韓國來的時候 這條航線也是經典航線 因為成本比那個繞過這個印度洋那條航線 不曉得好多少 好 確實 所以除了這邊之外 我們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這個格林蘭島 美國確實現在有建議他要 建議美國要買下來 那這位建議的人 就是川普第一任期之內 他的白宮國安會的幕僚長 他叫做亞歷山大格雷 他就特別投書了 《華爾街日報》說 你美國應該要買下來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邊有很多豐富的資源 畫面上我們看到 他這邊特別提到 有黃金、白銀、銅、石油、稀土、礦產等等 都在這邊 如果真的買下來的話 美國在北極圈跟中俄競爭 就會帶來哪一些戰略上面的優勢 夏偉哥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美國買不買也沒差 因為其實從二戰開始 基本上格林蘭這個島嶼 使用的最多就是美國 美國時候派軍隊 從美國本土調往歐洲的時候 基本上大概都是以格林蘭跟冰島 做一個終極戰 所以其實美國對於格林蘭 這塊土地的熟悉度來說 大概這個島 雖然大部分都是冰封的 但是實際上能夠有人 在上面活動的地方 有多少美國人大概一星二楚 所以其實說真的 這個島是不是美國 真的已經不是這麼重要 它就有點像是Diego Garcia 對不對 雖然名義上是英國的領土 但實際上根本就是美國人在用 至於就是說 格林蘭島對於過去的北約 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其實第一 它主要還是要把整個蘇聯的北海艦隊 封鎖在北極海裡面 也就是說你看 今天你可以看到格林蘭的地形 它旁邊就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過來格林蘭 再過來就是冰島 冰島在過去其實就是挪威 過去其實你說前蘇聯時代 或說對美國威脅最大 就是蘇聯的北海 那個北方艦隊 然後它的核動力的潛艦 它如果跑到北大西洋裡面來的話 就有點像是 那個獵殺紅色十月那個場景 如果它突然跑到這個美國的 這個東海岸 然後對美國打了幾顆 這個彈道飛彈的話 哇 那美國就完蛋了 但是後來其實蘇聯在整個國防上來說 它其實退縮到哪裡 反而是退縮到它這個北極海裡面 它把這個北極海稱為一個叫堡壘 堡壘地帶 這個堡壘地帶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不能讓西方的海空兵力 進到這裡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真的要打核子大戰的話 蘇聯到現在的俄羅斯 它的核彈道潛艦 就直接從北極海發射彈道飛彈 因為從北極海發射彈道飛彈 打格林蘭也好 打美國也好 打加拿大也好 或順序打日本也好 距離都是最近的 最方便 因為從頭頂上打下來 距離最短嘛 然後成功率最高 所以其實美國有了格林蘭這塊土地 它其實今天真正 如果說它能夠擁有的話 它在意的不僅僅只是單純說 它上面有很多礦產或幹嘛 或擔心被這個格林蘭 被這個中國大陸或俄羅斯拿去利用 因為其實也不太可能 因為不管今天它是屬於挪威也好 是屬於這個丹麥也罷 這些國家現在基本上都是歐盟的國家 也是北約的國家 那自然不可能讓俄羅斯或是中國大陸 在這個格林蘭上有所染指 但是美國卻可以運用到這個格林蘭上的 這個海空基地 對這個巴倫之海 也就是北極海進行海空監控 因為真正等到爆發核戰的時候 那個是俄羅斯最重要的一塊包裂 就是它必須要從那個地方去打核子飛彈的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今天美國為了要避免 俄羅斯的北海艦隊透過這裡去打核子飛彈 最好的辦法就是透過像從挪威還有格林蘭或冰島 派飛機進到北極海去尋找俄羅斯的核潛艦 或是運用美國的核潛艦到那個底下攻擊潛艦 去捉貓捉老鼠 抓俄羅斯的這個彈道導彈潛艦 然後把它擊沈掉 這個時候才能夠釜底抽薪 讓俄羅斯沒有核報復的這樣的力量 那你說他們也可以跑到這個北大西洋 或者說跑到這個太平洋 喀查加半島現在每天美國這個軍艦在那邊看 你這個蘇聯的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核潛艦 是不是有跑進那個北大太平洋 然後同樣的從格林蘭到冰島再到挪威這一線 美國佈了這個海水下聽音系統 讓這個前蘇聯到俄羅斯的這個核攻擊潛艦 或者核的彈道導彈潛艦 只要一經過這裡 美國這個警報就想起來 就開始全程的這樣的跟肩 所以格林蘭對於美國的這個重要性真的是不言可遇 好 所以格林蘭對於美國的重要性 不只是商業上剛剛講到的這些豐富的天然資源 更重要的是阻止俄羅斯這種核彈上面的攻擊 但是如果川普上任後 要買下來的這個機率會不會又很困難 機率有多大 賴老師又怎麼看 我覺得美國不會買了 那為什麼格林蘭突然間會變成一個話題 就是這一位前白宮的這一位專家 他所提出來的主張 那他為什麼會突然間提出這個主張 是因為在上個月俄羅斯在巴倫斯海 進行一個核潛艦的導彈試射 那也就是說俄國在當時跟美國人說 我已經具有而且隨時可以打你的這個核導彈 洲際的彈道導彈 他在巴倫斯海的地方就是您剛剛看到 就是在格林蘭海峽 格林蘭海峽的隔壁 在巴倫斯海這個地方它的前線 從那個地方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 而且準確地打到它的靶場所預定的目標 這個就讓美國人感覺到害怕了 也就是說俄國它告訴你說 它雖然現在是在進行俄烏戰爭 但是它的核打擊力一直還在 所以不要以為俄國已經衰敗了 它隨時可以對你發動這個核戰的一個攻擊力 這樣的一個動作其實讓美國人感覺到說 北冰洋的重要性 而且中國跟俄國在北冰洋的海警船都進來了 也就是說剛剛委員所說的 融解的那一段因為在靠俄國的這一部分 可是海警船進來意義就不一樣了 因為海警船一般我們都是軍艦通過 那是軍事目的 當海警開始進來的時候就代表說 它準備未來要進行商業運轉 那海警要作為商業資訊的 這個海上通道的一個維護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突然間 這個北極海 北冰洋變得很重要 那一旦北冰洋那麼重要的話 格林蘭未來會不會被俄國人所控制 所佔領 如果俄國海用突然間去佔領 因為格林蘭目前來講就5萬多人 它那個地方不適合